早安 今天是6月21號的中午 我想知道在今早的時候 一度衝高 升超過100年 目前升幅收窄 暫時還在2萬5百多點附近 見到今天好幾隻股份 藍籌會議致都和英國脫不脫勾相關的股份 反彈的力度和成交都有所減弱 因此建議大家維持今早的原判 無需對於這個反彈過分樂觀熱創 恆新指數到2萬6百點左右 有10天線、20天線和50天線交匯的重重阻力 因而建議大家依然是一個減倉部署 主要等待23號星期四的公投 首輪的見果就會在24號星期五的 焦早若幕是清晨時分有公佈的 建議大家依然是輕創部署 尤其是若細的股份 適應盡量減量 先看恆新指數在2萬5百點左右的期運 視乎歐洲、英國方面 如果是離路的話 才會進一步去到2萬1500 你淡的話 都是去到1萬9600 就不可能要上來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